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有人問我 正在這裏一次說 益生源與益生菌的分別 我再簡單說 首先我們需要一些菌 我們身體需要菌 益生菌自然是吃些菌下去 吃些益菌下去 益生源即是我們賣的那種 其實就不是菌來的 簡單說它是曲線救國 它是一種纖維 是給益生菌吃的 是給你自己套入益生菌吃的 它是那些益生菌的食材 於是就養大了你本身的益菌 那些菌是一定適合你的 效果就是這裏 除了穩定長度的菌群之外 今天我看一篇美國的健康雜誌 它還有以下的好處 原來可以降低血脂 有高血脂的你可以吃益生菌 哦好啊 幫助吸收鈣質 這個不是supply給我的 我是上上美國的雜誌找的 有助於新生兒 如果你有嬰兒的話 你懲罰著嬰兒 腸內的菌 定直以及免疫能力 你懲罰著嬰兒你可以吃 你的嬰兒出生他也可以吃的 有些人說有糖尿病人怕 不用怕可以少吃 他沒有什麼糖分的 增強腸道的屏障功能 減少腸道感染和炎症的風險 減低患腸癌的機會 以及減少肥胖 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風險 那我為何要講益生緣呢 因為其實到今天 我已經沒有任何sponsor 是我真金白銀 入貨來買的 是我真金白銀 入貨來買的 所以我的promotion 其實應該要完的 但是我不想sharp cut 就賣明天4月28日 最後一天了 就外面賣398元一盒公價 我就賣388元 加200元就是580元 所以就拿了兩盒 是最終日子了 很多朋友說要試一下 是的 但是我認為試一下也要試兩盒 因為你一人兩包 或者一人一包 就吃夠兩個月 你的效果見 其實我就見了效果 有很多網友上來說 我受了其實你的心理作用 我再講一次 我是8磅之後我沒有受過 但是我還沒有剃 任何減肥的東西 我只吃這個益生緣 益生緣本身不是減肥的 有些人說我眼圈都小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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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也不覺得 他都講完了 是不是 說我臉色好 是不是 他眼圈沒有那麼黑 是不是 皮力 是沒有那麼深 是沒有那麼深 今天客人跟我說過才是 眼袋 直接沒有那麼黑 眼袋都是那麼大 但就沒有那麼深 看上去是小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益生緣 還是什麼功效 還是我吃那一隻 因為我也有吃那一隻 印度那一隻